没有 路易没有丝毫犹豫 只要对的人 什么性情容貌都是假的 至少 他就没娶自己以为的那种女子 你越是这般 便越是独特 贺天似有失落 更多却是幸违盎然 我活到今天 只要我愿意 世间男子都可成为我的群下沉 路易扫了贺天一眼 倒不是说他多好看多难看 只是 感情这是不好说 各花入各眼 他凭什么觉得 世间男子都是软骨头 还是说 他有什么手段 你 是不是对张宽用过手段 张宽此人颇有手段 没那么容易俯首称臣 他那般人物 一方大力 却能心甘情愿为贺天去死 他为你挡过毒 他为你甘愿去死 你究竟对他做了什么 贺天没一咒 你如何知道他为我挡毒 这是十分隐蔽 路易为何会知道 莫非 那个和尚还活着 没想到他居然逃了出来 他倒是很能跑 从我手上跑掉了两次 路易 看来 那和尚不止在他这里能跑 我以前只是直觉你与张宽感情透着诡异 直到那和尚出现 我才开始怀疑 你才是幕后之人 贺天摇了摇头 到底是人算不如天算 和尚下毒 张宽将死 他破釜沉舟宝我们 我们本来设计得很好 借着嫁取名义 将你们引入府衙 再让你们查出账本 最后是张宽携赃物出海 带着真相一起沉入海底 路易洞穿一切 藏经煽动 机关重重 真假账本 满腹炸药 逃跑途径 海上追逐 满船罪犯 往水沉船 每一步都如此逼真 线索都来之不易 这些都是贺天 想让他们看到的真相 只可惜 计划再好 仍需天意成全 前边出了一仙 让你们知道张宽中毒了 后边出了小和尚 让你们察觉我是幕后 路易扯了扯唇 便纵没有张宽一事 莫难倒也难逃一劫 谁让你们动了大名的人 官方尤宰 失踪八十亿人 贺天不孝了 显得愤外阴森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 陆指挥使跟林家还有关系 林家都已经灭门了 还能指引你们来莫难倒 到外之事 不受我控制 总冒出奇奇怪怪的人物 可在这莫难倒上 我说什么便是什么 陆指挥使 你不该来这里的 路易轻蔑一笑 怎么 你想告诉本座 本座回不去了 是 贺天步步后退 引入浓雾中 路易 让事情止步于我 与张宽的死不好吗 你非要深究 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你竟然追查到这了 那就别走了 留下来陪着我吧 你叫本座来 就是为了说这些废话 路易耳朵微动 自从踏入这 他便查有埋伏 十几二十人左右 但 他并没放在心上 能让他察觉的人 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些埋伏似有动作了 我是为了救你 贺田退出十尺之外 路易明白 他要下令了 他莫得拔刀 刀锋直面贺田 擒贼擒王 贺田却是面无巨色 就在生死之际 另一把袖春刀挡住了 路易的攻势 眼神相对 对方眼中无神 这是先前失踪的锦衣卫 路易悬身退开 他被锦衣卫包围了 刀锋对着他 有认识的 有不认识的 在锦衣卫里摸爬滚打的指挥 使此刻心情复杂又微妙 向来都是他一生命下 绣春刀骑出 如今那绣春刀骑刷刷对着他 贺田小姐的大恩 本作还真是受不起 这么多刀锋对着是为救我 路易冷哼一声 这贺田是多喜欢救他 只要你跟我走 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贺田看向海岸的方向 那里停着外来的船 你可知 我调动了多少人去杀你们 多少 你们船上还有160余人 我们派了三倍的人马过去 路易末的沉下脸来 500人 占尽地形优势 惊吓他们要吃亏 500人又如何 锦衣卫身经百战 以一敌时 贺田淡然一笑 是吗 我末难倒前后三次 抓了50余锦衣卫 算什么东西 路易 这是他无从反驳 前后有三批锦衣卫 栽在墨南岛 第一批是地方锦衣卫 来追查那失踪的官员 失踪了20多人 第二批是沈金带人追查而来 不见了15人 第三批是墨南岛的下马威 就是这沼泽地栽了20人 墨南岛能派500人去袭船 实力非同小可 比他想象中强汉几倍有余 果然 轻敌大意了 可他来侦查一小岛 总不至于出动几艘船 上千锦衣卫吧 贺田葬于众多锦衣卫身后 路易你慌了吗 路易确实担心 他来见贺田 是主动出击 步行就撤 他的身手 难有敌手 哪怕是围攻 他都能原路退回去 但 他没料到 这些人还敢来袭船 是铁了心要将他们全都留在墨南岛 无论生死 他只希望 仅想他们打不过就赶紧跑 路易定定看着贺田情贼先情王 贺田似乎猜到路易在想什么 你想捉我 看 那你要踏着这些锦衣卫的尸体过来了 路易举刀对准贺田 眼底是连连寒光 本座手上还针沾着锦衣卫的血 你以为这些人能够威胁到本座 作大名锦衣卫 都有赴死的觉悟 他们执行任务不利 死在本座的刀下 也算死得其所了 本座会照看好他们的家人 他的绣春刀还是亡人留下的 他亲手杀死了自己最好的兄弟 贺田一笑就透着天真 我还以为你重情重义 没想到这般冷情冷血 我真是 越来越喜欢你了 他边说边退 那就是一事 你与这二十多锦衣卫 谁输谁赢 你要是没有赢 就留下来做我夫婿 如何 路易美己欲拧断 其他人呢 其他人 我拧时问其他锦衣卫 贺田歪头一笑 生杀之间 皆是默然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对不听话的敌人 路易眼眸一抬 刀锋砍向贺田 一旁的锦衣卫护主班 全都拦在贺田面前 路易进不了贺田的身 到底是自己人 他下手不算狠 如肉一分 伤肉不伤筋 倒下的锦衣卫却不屈不挠站起来 停速执行任务估计都没这么听命 秀春刀沾了血 浓雾森森里漫起血腥气 贺田一袭纯白 站在混战外 宛若看戏般 笑意盈盈 路易手臂夹着刀 缓缓抽出来 将刀上血迹擦去 既然这些锦衣卫伤而不倒 那他只能让他们无法震起来 得伤筋 敌人是锦衣卫 人数众多 路易一时也逃不了好 海恩忽然响起炮火 路易不再练战 抽身撤出战圈 贺田墨的下令 拦住他 古老森林里竟是追逐 未倒下的锦衣为钱铺后祭 隐藏在剧树里的暗哨神出鬼目 一个一个 拦住路易的去路 惊吓站在甲板上等着路易 他听到异响 以为是路易 喜色未上演 瞭望台上却传来了号角 嫡媳 浓雾弥漫 不知敌从何来 惊吓有种不好的预感 敌人生活在墨南岛 熟知路上每棵树 水底每颗时 弱了叶 他们这些未来者就跟瞎了没有区别 莫的 一声哨响 万千火球来袭 疑人丧鱼巨树里 他们反击的难度太大 惊吓缓缓握紧拳头 怪不得贺田要将大人约走 只要大人不回来 他们这艘船就不会轻易离开 喘 圣经听到惊吓的命令 动作都顿住了 夫人 敌人要全灭我们 我们还站着让人打吗 喘 啊 大人怎么办 大人没事的 要相信大人 惊吓比谁都担心路易 可敌人众多 套火猛烈 堪比正规军队 他不能让全船陪葬 活着才能回来救路易 沈经还在游蚁 难道真要丢下那人逃跑 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 若是我们都回不去 墨南岛的真相就无人可知了 惊吓简直白找挠心 要他放下路易那是不可能的 但他必须做最正确的决定 不能全都死在这儿了 林经萧抽着水烟 他身边跟着两个干列的锦衣卫 看似是保护 实际时间是 他吐了一口烟 小小姐说得对 你们不占优势 不走全都得死 沈经握拳 他命中与墨南岛犯冲 第二次还是落荒而逃 撤退之令 他不是第一次下了 竟然下得十分有经验 起毛扬帆出航 惊吓看着巨毛起航 他的手搅在一起 只能相信大人的美色能管用了 贺田 随着大船起航 敌人反倒慌了 登船 拦住他们 敌人以绳登船 来他墨南岛 必须有来无归 瞬间 一通混乱 见战 锦衣卫以一敌时 登船对敌人完全逃不了好 林经萧指挥着水手起航 沈经指挥着锦衣卫作战 渐渐就脱离了 墨南岛的势力范围 陆一赶到岸边时 已然没有了传宗 陆夫人的风格啊 一如既往跑的贼快 倒是真正将他一人丢在岛上 也不知是信他的身手 还是信他的美色 贺田赶到岸边 只剩下荒凉的战场 殿下 他们逃了 黑衣人者骑刷刷跪下 废物 贺田末的转身 狠狠扇了那人一巴掌 属下已派人去追 绝不会让他们活着离开 陆一呢 贺田钻金忍刀 陆一还被他们牵制在这儿 到底是谁敢下车退的命令 跟跟丢了 回答的声音发颤 殿下 他长仅一四万提起 护当金陛下安危 伸手自是高绝 实在是 声音戛然而止 贺田窝刀出窍 抵在人质的脖上 去找 今晚找不到 别想见到明天的太阳 是 人者四散 贺田眉头紧皱 漠南岛的秘密绝对不能暴露 所有来着岛上的人 不是臣服于他 就必须死于他的刀下 张宽是福建的山带王 他们背靠着张宽肆无忌惮 如今招惹了锦衣卫 不若 将那锦衣卫变成靠山如何 想要锦衣卫闭嘴 最好的办法就搞定指挥使 一日 路易不见踪迹 那些办事不利的人 悬尸于城门警示 贺田坐于金蚁之上 侍女替他揉着太阳穴 他端起那清玉杯 却发现了条细细的裂纹 不祥之兆 漠南岛的天然屏障就是瘴气 但凡登岛都会陷入幻境自生残杀 未曾享路易与林家有渊源 居然让他们找到了破解瘴气的法子 这次只是两百锦衣卫登岛 下次呢 若是成千成万的锦衣卫水师当如何 殿下 将军回来了 贺田正经坐好 请入 昨夜追船的将军跪下回禀 出岛追击的三艘船 只会来了一艘 他们伤损百余人 贺田一拍桌子 杀性毕入 怎么回事 将军看到悬挂于城门的尸体 心有余悸 殿下 请勿动怒 我们咬得太紧 锦衣卫选择同归于尽 以船身撞向我们 撞成了我们两艘船 但 他们也沉入了海中 却定全员无归 如今是冬日 又是在海上 实在难以生还 将军毕恭毕敬应着 但 当时在海上 又是在夜里 他们忙着求舅子家兄弟 对方是一百五十号的锦衣卫 他哪有时间却认死了多少个 这种寒冬掉进海里 活下来的概率微乎其微 但海域很神秘 若是上天垂帘 说不定就活着一个两个了 让藏在福建的暗线全部活动 一旦发现活着回去的锦衣卫 安排成天降或是 全都得死 将军劝位 殿下别慌 指挥使还在岛上 只要他成了我们的人 还愁有什么事不成的吗 贺田心力没底 并非人人都会听他话的 他抓了五十余锦衣卫 最终驯服的也就一半 路易这人太傲 冷却冷情 过分清醒 还不贪色 他怎么整 他唯一的软肋 怕不是救援金夏 那你们倒是快些把路易找出来 他眉目一宁 有软肋 他就能想办法 原金夏葬深深海 此事当能击垮路易的心房 殿下莫及 我们在找了 贺田心底焦躁 面上不动声色 把消息给我传出去 我们击沉敌传 抓了指挥使夫人 准备犒劳一下辛苦的武士们 是 将军退了下去 贺田站起身 自高处看下 冬日的阳光穿过墨南城的浓雾 墨南城在他的庇佑下熙熙攘攘 墨南岛自见利来 从没人能引发这种程度的全岛搜索 路易 果然是他看上的男人 即使到了白日 墨南岛依旧是弥漫着武器 路易隐于暗哨当中 不动声色观察着 这偌大的倒成了他的屠宰场 他看上了哪个身份 就随手将人拖到暗处 手段残忍逼问出对方身份 杀了后将尸体丢进海中 沼泽 陷阱 他就借用这身份接触旁人 若是露线了 那便是多杀一人的事 墨南岛的暗哨躲在树上 统一服装 会带着头罩讲缓涨起侵害 路易藏在巨树 要地方敌人 还要提防冷不敌冒出的毒物 古老的南方岛屿 哪哪都是危机重重 贺田找了他一夜 这种古老森林 山野纵横 若是真的躲起来 哪那么容易找到 他左翼仗着假身份 入了墨南城 对 是城 一座城市 初步估算有数千人 墨南岛中间是山岭纵横 墨南城就在最高的山上 周围笼罩着能物 日光隐约可入 因着在高处 倒没有瘴气的困扰 他昨夜回了家 在家中看到了妻儿 顺手就全都给绑了 有什么问便问什么 孩子与女人最是好对付 墨南岛的情况 他算是初步摸清楚了 大部分都是窝寇余孽 东南沿海窝寇村的人 大多千居到此处来了 这里不愁吃穿 可谓人间仙境 女子相夫教子 男子操练未成 城中有私护卫的武士 私暗杀的人者 私调度的将军 几乎是全民机兵 城主是东营的公主 大家都称呼一声殿下 这儿的人分等级 东营人最为高贵 我寇村中的纯种大名人 被神仙生活骗至此处 永远只能低人一等 若是对墨南岛有不满 就全家遭殃 绞杀殆尽 进入墨南岛 那就难以出去了 岛上都是瘴气 就算是偷了解药离开 奔跑到海岸也没有一条船 若是要出去 唯一的办法就是 爬上墨南对外贸易的商船 到处寻逢的武士坐下闲潭 永东营话说起昨日的惨况 只因一人 全部出洞 那路一是有三头六臂打 咱们这次是岌岌可危 这得罪的是大名锦衣卫啊 这话可别传到殿下耳朵里 否则都要悬尸示众 怕什么 咱们昨晚赢了 那锦衣卫都逃跑了 赢个屁 他们跑了 如果搬来就兵 还不把这个刀给填平了 你怕个屁 他们的船早沉了 咱们将军大胜而归 还炸了船上唯一的小娘子 唯一的小娘子惊吓 咱们将军大的女生 毛鞋 WennWe Music 減32 军4 減6 刀4 減6 減6 減4 減7